而迎接农历过年 各大餐厅业者摩拳擦掌 由老字号饭店推出波士顿龙虾 跟超大分量的猪肉排 而且主打外带年菜不卖冷冻 而是消费者取货当天才会现做 如果要内用几乎是已经定位一空了 除夕跟除二都客买 另外一家在东区的老字号川菜馆 也祭出了川味年菜 过年常吃的蹄膀 多了麻辣的滋味非常下饭 干辣椒花椒粒下锅和蒜头一捧炒香 而重量级主角便是超过一斤重的猪蹄膀 足足卤了两个小时才能软嫩入味 先卤再红烧汤内还加了笋干超级下半 最后起锅摆盘再以红彤彤辣椒炒过 呛出香气 这道霸王蹄膀可是川菜馆 每逢过年的当红招牌菜 比较需要预定的应该是霸王蹄膀 因为我们去年已经卖了一百多个过年 过年卖一百多个 我们过年做两个回合 五点半一场 七点一场 都是满的 餐厅老板郑文强堪称是苍蝇头的发明人 他致力研发新菜 每年前往四川考察至少两次 其中这道川味牛肉粉 是郑文强的最新立作 秘方底料加上大骨高汤红红火火 再加进Q弹薯粉 以及莲藕腐竹吸附麻辣滋味 让人胃口大开 我很多朋友常来这边吃 我在大陆吃过很多川菜 但是他们这里的川菜 当然是改兰过的 所以味道比较符合我们台湾的口味 它没有像大陆那么重 没那么麻 辣也辣得很舒服 一般川菜馆都会卖的水煮鱼 水煮牛对郑文强来说已经不稀奇 他看重台湾人爱吃蛋 干脆研发水煮云蛋 麻辣汤汁搭配半熟蛋 这也是外头吃不到的独家菜色 为了抢工春节年菜商机 另一家饭店业者 则是端出活跳跳龙虾 要以中西合并来取胜 波士顿龙虾炸到通口 所足先为这道龙虾 意面颜色讨喜 奶香味十足 原来师傅料理时 还加进大块奶油 以及鲜甜的大骨老母鸡高汤 在广东菜的手法 它一定要大火 如果你火不够大 油不够热 那这个水分就会流失 鲜味也会跑掉 拥有30年资历的黄传明师傅 擅长广东菜系 他及功力之大成 像这道酱烧猪肋排 分量超过一公斤重 必须经过煎炒卤三道工序 才能入味 特别的是卤汁里加了蜂蜜 冰糖红糖 让民众过年时 吃在嘴里 甜在心里 蜂蜜加进去 其实有它的润滑的一个作用 它慢慢收汁的时候 这个酱汁就越来越浓稠 老字号饭店 目前除夕初二 皆以客满粉馆加粉馆 洗开128桌 破千人一起围炉吃团圆饭 而东区老牌川菜馆 在川味年菜加持下 生意也是强强棍 目前只修大年初一 过年党籍业者 无故卯足全力 抢赚新年财 东森 财经新闻 蔡英章 台北报道